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很多人有一种难言之意 它总是让人坐立不安,就是便秘,还便困难 是很多人都出现过的情况 体内的有害物质越积越多 严重的还会造成肠道阻塞,甚至肠癌 不管是看医生,还是自己查资料 都说解决便秘,第一步就是要好好吃饭 多吃通便食物 那么到底哪些才是通便食物呢? 怎么吃才能解决便秘或者排便困难呢? 十种通便食物按评分排序 越往后打越是推荐效果越好 第十种蜂蜜 通便效果两颗心 上时健康需要一颗心 综合评分不推荐 早上起床喝上一大杯蜂蜜水 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的习惯 按照今天上这么做 确实可能有一些通便效果 蜂蜜的成分主要是各种糖 接近三分之二是果糖 人体消化吸收果糖有一定的限制 果糖吃的足够多不能完全消化就有了通便能力 就像喝牛奶不消化卤糖那样 这就要求你喝足够多才能通便 此时蜂蜜中众多糖分就成了甜蜜的负担 是科学上时最不想看到的鱿鱼糖添加 虽然有甜头 却是健康的减肥项 完全不应该为了想要通便去喝蜂蜜水 第九 长青茶通便效果五颗心 上时健康一颗心 综合评分不推荐 喝茶本身对排便影响轻微 那些让人依赖 没它不行的天然通便长青茶 都是在茶里面加了东西 最常添加的就是恩坤类植物 比如芳蜜叶蛋黄这一类植物 不是食用的 其含的恩宽成分确实可以刺激肠蠕动 更快的引发便秘 作为药物 它是有一席之地 视为纯天人植物 去吃大可不必 长期服用 还是有一系列的危险存在 第八 鱿鱿鱿鱿通便效果五颗心 上时健康一颗心 综合评分不推荐 鱿鱿生活在海中 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海产品 海产品在营养方面基本都相同 鱿鱼还有大量的牛黄酸 可以抑制血液中的胆固传含料 缓解疲劳恢复势力 改善肝脏功能 除此之外 鱿鱼还有助于肝脏的解毒 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具有抗疲劳、滋阴养炎、抗衰老等功效 吃鱿鱼就像喝了一大包油 在肠子里一路向前 通便效果自然不用多说 第七 咖啡 咖啡到底是哪一种成分在促进排便 还不清楚 但的确观察到了 有一些人喝完咖啡 有肠道蠕动增快和排便增加 另外有一些人就不会被咖啡影响到 从上时科学的角度来看 咖啡算是不错的饮品 但是也没有到推荐经常去喝的程度 恰好有咖啡爱好 顺便来帮助排便 倒顺是一时二秒赚到了 如果本来也不打算喝咖啡 那也不必为了咖啡这些可能的通便去帮助喝 因为需要咖啡酒做办公的 恰好也是便秘高发人群 一时二秒 每天都有正大的心情 真好 第六 香蕉 香蕉是水果中健康上食的重要推荐 部分香蕉本来就算是健康的食物 只是通便方面 香蕉能力有限 水果有着相似的成分 烹便能力方面相差也比较大 主要的差异在于成分中的膳食纤维 不同的膳食纤维是庞大的家族 整体上看多数的膳食纤维有利于排便 但是发挥的作用不一样 有的膳食纤维不浓于水 也不被尝到细菊利用 所以香蕉 柑橘类 蜜瓜都不顺优秀的通便水果 优秀的通便水果在哪里 继续往后看 不必担心香蕉造成便秘而不吃香蕉 同样是推荐你排便的食物 只是力量小了一点 第五 芹菜 蔬菜在通便食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耳熟能详的 吃得最多的就是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膳食纤维 芹菜常被作为蔬菜代表 出现在推荐菜单里面 芹菜的膳食纤维确实不少 不过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也得关注膳食纤维的具体类型 包括芹菜在内多数的蔬菜 还是传统的粪便骨架 膳食纤维更多虽然含量比较高 但是对改善顽固便秘 也是力量有限 每天25到35克膳食纤维的推荐量 之后再增加也不会有额外的效果 蔬菜中更为优秀的 可能也是你忽略掉的 豆类蔬菜 它们拥有更多 让大便便水润可融性上食纤维 按照上食指南的要求 均衡搭配蔬菜 芹菜等叶类蔬菜都要吃 豆类蔬菜也要吃 芹菜确实算不错的通便食物 第四 酸奶 酸奶在便秘人群当中 尤其是便秘小朋友的家长 那里有不错的口碑 不过结果可能让人有点小失望 酸奶对便秘的改善有波动 并不能稳定 出现酸奶通便 大部分是从医生的角度出发宣传 也确实有少量的证据支持 但是结果并不同意 研究质量等级也不高 简单的说恐怕就是指望不上 异生菌如何保障活性添加 本身的价值都有很多不确定性 指望酸奶发挥特殊功效 还维持上涨 从补盖角度来说 酸奶是推荐的食物 如果不去抱太多通便的期望 吃酸奶对你可能会更好一点 尽管价格一路攀升 如果你喜欢酸奶 还是可以大胆放心的去吃 第三金针菇 金针菇的通便 不光是依靠那些肉眼可见的 脊钉质外壳纤维 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双管齐下 金针菇等菌类食物 同样是健康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针菇的通便成分 其实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第二燕麦 以燕麦为代表的全骨物 同样是通便的重要武器 这些全骨物与蔬菜的情况类似 多数也是少点 可溶性膳食纤维 最终通便能力是有上线天花板 燕麦在其中相对 可溶性膳食纤维比较为丰富 总体上还是按照膳食指南的要求 希望热色录主食有一半是燕麦等全骨物 这是利于长期健康的同时 也能让大便更为顺畅 建议平时就有负账的变异人群 寻衅渐进增加全骨物和蔬菜的色录 减少负账的不适应 最后一种是吸煤 也是通便王者 香蕉片我们说过 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能让大便足够水滤 这里可以推荐的那些真正的通便水果了 它们含有的成分 可以在肠带内产生高盛环境 拉取水分 让粪便更水滤 并且有更多的气体推动向前 简直停不下来 西梅、火龙果、霓猴桃、古花果、雪梨 都是水果通便中的佼佼者 水果本身也是健康善食 总体来说便秘的原因都是多种多样 也许是食物 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 要吃得合理 养成勤喝水的习惯 每天一杯温开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